我們要先邀請第一位就是FNF的彭彭上來 他們要分享的主題是 弗勒德里希諾曼自由基金會最近在做什麼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FNF 不過就是他們待會會介紹他們要做什麼 所以就把對就是交給他們 那下一個是 你還沒有做你的簡報 所以趕快記得丟上來 請準備 那我們就把時間交給FNF 8分鐘 好 謝謝 好 大家好 我是弗勒德里希諾曼自由基金會的專案經理雅薇 你們可以大家叫我雅薇就好 那先就是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真的很榮幸可以一起協助這個活動 那先介紹一下我們基金會在做什麼 我們基金會是來自德國的一個政治性基金會 對 那我們的宗職就是在全世界推廣民主人權跟自由 那我們在台灣的辦公室叫做全球創新中心 那我們主要的主題是發掘怎麼用科技去促進跟守護民主人權 那我們所有的事情呢 怎麼不可能我們自己做 所以我們有很多很棒的夥伴跟朋友 跟我們一起完成很棒的事情像今天的活動 那我們的夥伴包含 G20V 但是 G20V 民主政府 還有周松 那還有就是開放文化基金會 然後在台灣的台灣青年民主協會 還有在美國的 People Powered 他們是一個數位民主的全球性的基金會 好 那我們做了哪些事情呢 第一個是我們有很多的活動是關於開源 然後公民科技還有數位民主 那包含我們有跟開放文化基金會合作發展了一個 讓大家了解什麼是開源跟公民科技的 開源新手村的桌遊 那我們最近呢 有一個有一集的這個 Innovation for Democracy Cafe 民主創新咖啡館 那我們邀請書發部的陳真 還有在德國開放知識基金會的Dr.Lita 來探討說 我們政府要怎麼樣跟公民科技社群維持合作 然後還有我們有一本刊物是在探討說 世界上有哪些公民科技社群跟政府合作的良好的範例 這邊都有QR code可以下載喔 好 然後還有就是大家還有今天 就是很謝謝Tip跟黃毅 他們就是很努力的去製作了這個公民科技的手冊 那我們除了在今年的Summit有一個專家的論壇之外 我們也有到柏林去 Tip他們有帶大家去柏林分享經驗 那活動的後繼都可以掃描喔 就是這些QR code去觀賞 好 那接下來我們有什麼新活動呢 就是我們跟在美國的partner People Power 我們有合作製作了一個數位參與的自我規劃系統 還有自我學習系統 就是如果你是在社區裡面 你想要跟大家討論公共政策 但你不知道有什麼數位工具可以使用 或讓你的參與可以更加透明跟方便 你可以去掃描這兩個一個是Playbook 就是Playbook就是幫你 它有一連串的問題可以幫你釐清 你有什麼的 你有什麼策略上的問題沒有搞清楚 那這個問題會幫 這個系統會幫你釐清 你現在目前碰到的問題要怎麼解決 那第二個是線上自學系統 那這個自學系統會帶你去回顧說 你在數位參與上有哪些沒有Clearify的問題 然後你要去哪裡尋求資源 那結束學習之後 可以自動得到你的學習證書 那這邊都有QR Code可以掃描 還有就是我們最近完成了這個 Hacking Democracy Conference 那在這個Conference裡面 我們探討了 AI怎麼樣能對公民審譽跟參與有幫助 那我們有來自於15位審譯民主的實務工作者 給我們對於AI到底能不能促進民主參與 跟審議的一個很實際的意見 那我們也會把它整理出來 之後公佈在我們的網站上 那再來就是呢 10月26號的時候 會有同志大遊行 那同志人權也一直是我們基金會很重要的議程之一 那我們會最近有一個活動 跟台灣最大品牌的變裝皇后的團體 彎島皇后 我們會一起合作在同志大遊行的期間 或是那附近的時間 我們會有一個 有變裝皇后來跟大家導覽 就是台灣的同志文化的景點 那就是很謝謝Jim 我們的同志在後面 然後這陣子很熱心的投入這件事情 那有相關訊息都會在我們的網站 或是社群FBI Instagram上面公佈 那真的很期待在那個地方可以看到大家 好 那就是如果要了解我們 更多我們基金會資訊呢 就是可以掃描我們這邊有網站 還有IG的QR Code 還有最重要的是中間紅色的 桃紅色的QR Code 如果你們想要收到活動訊息 想要知道我們有活動 什麼活動可以參加 那就是請大家務必掃描它 然後填寫你的E-mail 這樣我們以後就會寄送活動訊息給你 好 那有任何問題 我們都在後面有攤位 都可以來問我們 謝謝大家